嗨,大家好,又是我转转的,几天不见,大家还好吗? 我下周就没有什么课了,所以我想去旅行 这一次我想去香港,就期待 但是在晚上我已经研究了很多 就是去香港对于我们外国人来说还是比较麻烦的 如果对于中国人来说你们只要申请一个通行证就可以 是吗?我啊,我如果是外国人的话 我又要换咖啡,又要进去装逛证明 还要提前订酒店,提前买机票 还有很多很多,要做很多事情才能去那边 然后最难的是 然后最难的是做通行证 对,通行证 很多国家去香港不用见证 像泰国一样 就是如果王安琪去的话 就是不用见证了 但是我叫王安琪和我一起去 王安琪说 在香港太贵了 然后他说他不去 所以现在我就一个人去了 一个人安排所有行程 然后我现在就是很模糊 现在我就在这边等车 然后去雨花市民去家 我要问问做通行证要什么条件 还有如果能办的话 我就直接办了 希望顺利 你们看我去办通行证要带护照和照片 还有两张银行卡 不知道够不够 我到了雨花市民去家 我还没来过这边 出境在哪里 有点害怕 有点害怕 真的? 不知道怎么够啊 先取后 我想做 感...哦 重型状 诶是 啊 来到这边 我要一个人坐吗 我要一个人坐吗 就是不改 完了 那我也 刚刚他说 在这里 刚刚我去那边 让给大陆人坐 我外国人坐不了 就是到这边 问怎样 好像可以 好像可以 坏了坏了 事情没有我想象那么简单 在那边 人家说 只能给大陆人坐港澳通行证 而像我这样的外国人 又要做奸证 我的妈呀 我来中国之前 我还以为 以后我能在中国了 以后就去 香港的话就方便了 就是有中国见证了 所以方便了 然后 我的妈现在 外国人在中国 然后又要申请 香港见证 我的妈呀 现在我要走路去那边 呃 长沙市公安区 出入境大厅 问问 刚刚在那边的工作人员 他说 我要去那边 我要问 我是外国人想做澳门见证 而不是通行证 如果真的要做监证的话 那就麻烦了 因为之前我去申请中国监证的话 也要很多做很多手续 如果在这边做的话 他要去香港要进去状况证明 而我儿这个穷鬼 我觉得 我能去香港的可能性不大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 长沙好防滑诶 都是高楼 为什么我那么想去香港呢 因为在香港那边有我的亲戚 他在香港生活也十年多了 我想去那边看看他在那边的生活怎么样 在那边生活条件好不好 很好奇 想去看看他 不知道成不成 我来到了这边 然后我问两个工作人员 然后他说我是外国人 那我出去拿护照去啊 他说怎么可能啊 就凭这个护照怎么可能的呀 然后他说这里不属于他们的业务内 那我得咋吧 现在我已经取了号 然后等一下我进去问问吧 嗯 呃 2000 years later 唉 失败 今天我是失败的人 在这边他们也不做 也不是给外国人去香港的 那位工作人员叫我要打电话给香港出入器那边 但是我这个手机号码 这个手机卡打不过去耶 打过去的话都是 都回复的是空号 唉那我怎么办 这人们在这边有没有外国人 在中国 然后想去香港 能够去成功了 就在评论区告诉我的啊 然后 如果大家知道 我该怎么办 就在评论区告诉我的啊 今天就白去一趟了 白去起趟了 没有收获 嗯哼 好啦那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啦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 大家记得成烈退签哦 拜拜